是很大的,国外的很多人都称我们是基建狂魔,因为国内的地理环境非常复杂,在进行一些工程时是很麻烦的,就比如在修建高铁时,往往需要先架设高架桥,有一些地方还需要在山体中打出一条隧道,但这些还不是最困难的工程。 难度最大的工程,莫过于建海底隧道了,我们都知道,大海里都是海水,那么这些海底隧道究竟是如何修建的?看完真心佩服设计师,我们一起来看看海底隧道是如何修建的吧? 现在进造海底隧道,常用的方法有三种,它们分别是尘管法、钻爆法和钻垢法,最先进的方法就是钻垢法了,只需要用钻垢机在海底的岩石里打出一条隧道就可以了,其次就是钻爆法了,这种方法看起来简单粗暴,你们或许就以为钻爆法没什么技术含量,要是这么想那就错了,要知道在一些特别的地方,是不能使用烈性炸药的,这就要用到精准电子雷管减震技术了, 它们的震速被控制在了0.16厘米每秒左右,这只不过相当于是在地面上踹了一脚,最没技术含量的就是尘管法了,在地面上就把海底隧道的管道给建造好,然后再沉到海底,再组装一下就好了,你们觉得哪种方法最科学?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